来 甚如J.A.R.A.这天新新旺奖闹市街头 为他担任评审的歌唱比赛造势兼招募参赛者 还现场在流动音乐货车现场 现不少徒人围观 过足歌影 虽然因为疫情关系 很多歌手今年都没有办法开演唱会 不过希望在明年 J.A.R.A.也已经开始积极为音乐会筹备了 也蛮上演的 因为 其实在疫情的时候 就是比较在家里嘛 然后很多的东西就是在网上去举行 其实平常唱歌的时候 也蛮多机会的 因为在网上的时候 很多人开始做这个Facebook Live 还有IG Live 但是在这里那么近距离的 去跟观众去唱歌 就是现在比较少的机会 所以希望疫情好一点的时候 明年吧或者是后年可以开一个手吧 讲到帮其他歌手写歌 J.A.R.A.也很兴奋 接下来陆续有新作品面试 而且其中一位女歌手 还是她一直都很喜欢 很想合作的对象 还不能透露 为什么 对对 这个女歌手就是比较活跃一点的 现在就是可能有新的方向 然后她平常就是会唱一些比较 比较激动的一些情歌 但是我觉得她可以转型的 她可以选择跳舞的 所以就是我写了一些跳舞的歌曲给她 嗯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快要生日了 会不会送自己的礼物呢 你知道 嗯 我还没有想了 但是你刚才的一个建议是蛮好的 就是希望可以在过了三十的年纪的时候 可以搞一个大一点的生日会吧 对啊 跟歌迷聚聚就好了 嗯 好啊 好啊 谢谢啊